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秋天来了 边老是想着秋 我爱在默默中向望 每当心灵十分充实或者极度空虚的时候 我更不爱自语 于是就朝向旷野跑来 溢着高挺的椰子树 凝望这一片天空 心灵常常收获到几身风哨 一朵彩云 许多暖暖的热光 可是 从什么时候起 占领了整个空间 那些漂浮在椰子烧头 伸手可携的云朵 哪里去了呢 只有蓝 纯净而明亮的蓝 闪耀在天空 天空一下子升得好高 好远 收敛了热红红的金芒 太阳的光辉也变成了银白色 几乎像月华似的有些寒意呢 收割后的田野 裸露着一地仓皇 干裂了的泥土 没有潺潺的流水 来湿润了 灌木丛 在田梗上肃立着 史车菊的香味 在空气中凝定 空气 在冷冷的日光里 清澈而透明 天空高阔 大地空旷 这一片树木的天地 正是我所寻觅的 啊 秋 是沉浸的 秋 是成熟的 秋 是浸透了智慧的季节 我爱秋 爱秋日深沉的树木 我爱秋 因为心中常向往着秋的形象 秋 是沉浸的 秋 不是伤感的季节 秋色 让人神清 秋生 让人气爽 度过了错岸的长夏 我们该准备金色的秋收了 秋 是成熟的 秋天 不是凋落的季节 生命怎么会凋落呢 花谢了 是为了果实的生长 叶落了 仍化作护根的泥土 死灭即是长存 刹那就是永恒 生命永不会凋落 就像文中所说 秋天到了 迎接我们的应该是 收获和喜悦 我们系列了已久的舞台剧 马上也要和大家见面了 敬请期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